在《钢铁侠》一中 托尼斯坦克在发布会上说 我就是钢铁侠 其实这段台词也是小罗伯特·唐尼 饰演的钢铁侠在《钢铁侠》中的一句极限台词 原本的剧本总并没有这句话 然而正是因为这句话却改变了漫威的命运 鉴定了漫威电舞宇宙词后的成功 《雷神2》中索尔进门后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锤子挂好 这看似自然的动作其实是演员自己的极限发挥 不管走到哪雷神都要照顾好自己喜爱的锤子 《赴仲者联盟1》中钢铁侠在航母上与美队和班纳交谈时 随手拿起了一包蓝莓干 这其实是小罗伯特·唐尼自己随手放在剧组的 不过他拿着零食问美队吃不吃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个细节会很加分 所以就保留下来了 在美国队长中 当瘦小的水平富罗杰斯注射完炫清后 从实验舱出来时身上的筋肉简直要爆炸了 当时饰演的卡特·海莉·艾特沃 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了美队的胸肌 这个动作在剧本中是没有的 但是却被导演捡到了正片里 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 小蜘蛛想要拥抱托尼 其实是演员荷兰蒂想要抱一下自己的偶像 但是小罗伯特·唐尼的反应绝对堪称完美 在回报之余变成了 其实只是想要帮小蜘蛛开门而已 小罗伯特·唐尼的吃货精神 还不止在这里体现 在《复仇者联盟》一结尾 钢铁侠将核弹送入空间虫洞 之后陷入了昏迷 却被浩克一声剧吼 吓醒了过来 然而《钢铁侠》醒来的第一句话 却是全体去聚餐 附近有一家阿拉伯烤肉店 所以在电影《结尾彩彩蛋》中 才有了《复仇者联盟》众人 一起吃烤肉卷的画面 在《复仇者联盟2》中 英言好不容易说服了 《飞红女巫》加入《复仇者联盟》 然而正时快银却出现 将《飞红女巫》带走了 只剩下英言孤零零流在了远地 饰演英言的杰瑞米雷娜 即兴说出了这一段 比较尴尬的台词 我不再会有人想我的 导演自然舍不得删掉 当然这一段也同时入选了 漫威十大尴尬瞬间